Hello,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Dandy 今天聊聊其实你应该了解 感情的五个过不去正是害你情路不顺的主因 今天聊聊关于说在谈恋爱的时候 你会有五个内心的过不去 这个过不去呢很常就会影响你的恋爱之路 让你总是委屈求全 或者是被辜负甚至遇人不熟 今天就来讲这个过不去的心态 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过不去那个比较的心 所谓的比较的心呢 就是你很常会拿你现在的关系跟别人做比较 你可能看你身旁的朋友他们爱的方式 或是你家长他们的相处模式 你会拿来做个比较组 认为说你看我爸他都是会接送我妈 对我妈就是百般的呵护啊 言听计从啊 什么事情都是会听妈妈的话 那你的另一半如果没有这样对你 你就会觉得说 怎么会这样子呢 你怎么会对我这么的冷漠啊 不关心啊不在意啊 就是这种比较的心 不只是刚刚说的家庭 也有可能是你看你身旁 同事朋友他们的恋爱关系的相处 你会觉得说 为什么他们就是会互相很体贴啊 或是帮对方做很多事情啊 然后节日会规划啊 然后生日安排的很盛大 但为什么我的另一半就是没有这样对我 而一旦你有这个心态 原本其实你根本也不在意这些事情 但是你听了别人的故事 看了别人他们的相处状况 你就莫名其妙就会嫉妒 然后也会有一种心态觉得说 为什么对啊 为什么他不这样对我 就莫名其妙的会勾起你那个 然后去较真 或者去比较的心思 而一旦有了这个心思 就会让你开始 心生不满或怨对 或是想要去拿此大做文章 然后可能就引起一些不必要的争执 或者是你就是会觉得说 好啊那既然这样子的话 那我也不要付出 我也不要对你好 而让双方的关系越来越冷淡掉 而就是第一点 感情里面所谓的过不去 有可能会导致你感情不顺 就是那个过不去的比较之心 接下来第二点 过不去的感情心态呢 会导致你情路不顺 就是饿 放不下旧情的情伤 尤其是对一些刚分手的人 他们可能还沉溺在那个 旧情的痛苦泥脑里面 但是遇到了不错的对象出现 他也会觉得说 是不是老天爷给我的sign 就是让我去忘却情商 因为出现了一个新的人 他对我薛寒温暖 对我好 但是其实他内心 根本就还没做好 我准备要进入下一段关系 所以他很常 还是一直讲起他的前任 一直在想旧情的一些问题 为什么当初 为什么走不下去啊 为什么 最后面他背叛我啊 为什么要跟我分手啊 即便是他自己提分手 他也会有一种心思 就是说 我现在提分手 但是我现在出现的新对象 我到底是不是做的正确的决定 就是他对于旧情 还没有完全性的跟他告别 也还没有去重新的 把自己的心思 把自己的生活 调整到单纯的状况 他就紧接着 就是无缝接轨的 到下一个暧昧的对象去的时候 有可能那个过不去的心态 就延续到下一段关系 因为你前一段关系的问题 并没有解决 不管你的分手原因是什么 即便是和平分手 但也会有一个点 是导致你们关系走不下去的主因 而这个主因 你并没有去证实它 跟去了解说 原来我在意的这件事情 是导致我 无法在感情关系里面 能够持续跟别人相处 有可能是个性 有可能是习惯 有可能是熬观念上面 就是三观不合 但这个东西你有没有找到 如果你还没有去找到 这个东西去解决它 你就贸然的进入下一段关系 这个问题不会消失 即便你遇到这个人 他再好 有可能他就会在一个时刻 突然就浮上台面 因为未解的问题 它永远就是会存在 那个心结 你得先去解开 才能够让你在下一段关系的时候 不会因为这些纠结 这些疙瘩 而去影响到 你跟他的相处 接下来第三点关系说 感情里的过不去 正是害惨你的 恋爱不算的主因 就是三 爱真输赢跟好面子 有些人他可能这一辈子 就是顺风顺水 他在工作上获得巨大的成功 生活他还把自己打理得很好 但是就在感情这一关 他就是总是屡战屡败 原因就是因为 他会套用他生活 或他的工作的那个心态 跟应对别人的那个做法 他可能在公司里面 他是个主管阶层 所以他已经习惯发号司令 他在家里面 他可能话语权很强 因为大家都觉得说 你现在就是工作很顺 然后你也是家里的经济支柱 所以大家都会听你的 但在感情里面是另外一回事 如果你太爱真输赢 就是你一定要别人 依循你的做法 听从你的意见 而且又不信的 你可能非常爱面子 即便你自己知道 你这个做法是错的 你现在争辩的这个问题 你已经明显知道自己理亏 但你就是爱面子 你就是死得不到钱 你也不会想要失落 而这个状况 就会让你的亲密的营伴 他就觉得说 我为什么要去忍受你 这一切无理取闹 跟你这个任性的妄为 所以有可能导致 你永远在感情路上 你因为总想当那个强势方 但是你的对象 他不是你的员工 他也不是你的家人 他没有必要 一定要去忍受这一切的时候 那压抑久了之后的结果 就有可能会爆发 而导致你们两个 无法长远的走下去 就是因为你太爱面子 太爱真输赢 你的强势导致对方 无法再忍下去 而这个过不去 也是自己要去做一些调整的 加第四点关于说 感情里的过不去 正是害惨你 感情不顺的主因就是四 走不出内心的创伤 所谓走不出内心的创伤 有别于刚刚说的情商 这边的创伤 可能是你从小 原生家庭所带给你的 一些内心的纠结 可能你就会觉得说 不自信啊 你的家长 从小就是会一直贬低你 或是对你有点忽视 可能你家里小孩很多 但是你的哥哥姐姐 相对而言比较优秀 你就会觉得被比较之下 你是一个比较弱的市方 所以你从小就会养成那种 就大家不关心过 你就是很想祈求关注 你很需要别人很在意 一旦别人对你忽冷忽乐 或是稍微怠慢的一些 你就会觉得说 好啊你不爱我了 你的不安全感 跟你的自卑心 有可能是来自于你从小 可能是家庭 或是你学校生活 或是你长大 出社会之后遇到的挫折 他累加起来的一些创伤 他会养成现在的你 而这些个性上面的劣势 你可能就会导致 在谈恋爱的时候 对方就会觉得说 你怎么会这样子看待我 你怎么会这样看待我们的关系 我明明没有做出 对不起你的事情 但是你为什么处处的 总是要针对我 或是你总是把我想的 很坏的那个方面去 其实那并不是 他真的有多坏 或是这段关系有多么不好 而是你从小到大 你的个性养成 你的生活经验告诉你 就是无法轻易的相信别人 而导致你在谈恋爱的时候 很容易患得患失 又一方面你又想要爱 但是你又害怕被伤害 而这状况就是过不去 那过不去 唯有自己先去意识到 才能够去解决它 接下来第五点 关于说 感情里面的过不去 正是害你感情不顺的主因 就是五 纠结于无关紧要的细节 论及谈恋爱这件事情 每个对象一定有他的优点 也势必存在着缺点 所以没有人是完人 所以当你看到这些缺点 跟你相处上面的一些陋习 你是否有办法 就是有时候侵犯 或是有时候借过通绪 去找到一个可以双方 退浪 妥协的方式 这些东西 如果你太拘腻于一些 就是明明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就刚刚讲的过节 或者是你觉得说 为什么习惯这么差 或者说为什么他做事要这样做 他没有照你的期待去过日子 或是生活 你就会觉得说 他这样子不对 怎么会这样子呢 但其实那是每个个体 他自己有自己的选择 他即便是你的另一半 他一定也可以选择 他想要过他的生活的方式 或者是他选择做事情 就是他有一个自己的SOP 但有时候你就会看不惯 但是看不惯 他如果没有实际影响到你 或影响到你们两个人的关系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 你就是得要放给对方 自己去做选择 他有自己的决定权 那当然他不要去影响到你 不要影响到关系 只要大方向 你们现在走的路是一起有共识的 那基本上就没什么大问题 但有些人就是真的会很拘泥于那个细节 他就是会说 为什么我跟你讲几百次 那个袜子就是要拿去洗衣机丢 你为什么就是每次都乱丢 然后为什么你吃完东西你晚不洗 你就是要放在那边 但另一方就是觉得我的生活习惯就是 我喜欢就是我吃饱之后 做一点自己休闲休息一下 然后再去洗完 就是每个人的习惯是不一样 但你双方如果已经要交往 是否可以去磨合出 我这样的做法让我觉得是开心 是自在 那你也可以接受 但双方不要是因为一些无关请要的点 而去不断的争执 跟不断的去控诉对方说 你为什么不照我的意思做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意见 而那就会让这段关系 总是充满了争执跟冲突 而就第五点 好啦 今天就是以简单的五点来聊聊 关系说谈恋爱五个过不去 真是害惨你 情路不顺的主因提供给你做参考 作为我来介绍一间位于士林夜市的美食 叫做王子起司马铃薯 这间店其实在士林夜市有两个摊位 那一间是在鸡河路的路口 那里面一间在文林路上面 那这个摊贩主打有十二种口味的起司马铃薯 它的起司马铃薯呢 就基底是一样的 但上面的佐料是可以自己选择 什么章鱼啊 夏威夷起司啊 日式干贝啊 然后鲍鱼啊 什么烟熏鸡肉等 那它也有素食 它在它的那个砍棒上面 招牌上面呢 主打三款 就是王子综合 还有所谓的章鱼 还有素食 那基本上大家如果有选择困难症的人 就直接直上那个王子综合 那如果你有自己特殊喜好 或者你不吃海鲜 或者你也可以选择什么玉米 就看你自己 但我个人觉得他们家这种东西呢 就是那马铃薯泥加上起司 光是听你就觉得有够邪恶有够好吃 那上面的佐料其实就是加温香 但就看你喜不喜欢吃马铃薯 马铃薯这件事情呢 就是大好大坏 有些人就是爱不释手 那有些人就是觉得说 哦好腻 那个起司吃第一口很好吃 那接续要把整个吃完就觉得很腻 我个人是觉得它比较适合分食 就是一群朋友来 然后可能大家有人点鸡排 有人点什么其他东西 那这个可以点一份 大家吃个几口会觉得很好吃 一整个吃的确是便宜 就是要搭配一些饮料 来就是配一下 那这件叫做王子起司马铃薯 就再次推荐给你 相关的资讯呢 我有拍影片要放到IG 其实你应该 请大家去IG搜寻 其实你应该 按赞追踪起来 我在线中都会发现很多 有趣的即时新闻 还有梗图 所以你一定要追踪才看得到 那最后面还是要提醒大家 如果对这个节目 有任何的意见看法 节目的形式或主题 你有任何的想法 都欢迎到IG跟我做分享 好啦 那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下次见哦 请不吝点赞追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